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远远的高于52%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黑棋第22盘能否扳回一局 好 下面进入到棋铺 新 小木 之后高挂 那么白棋是反挂 小飞挂 黑棋小飞 在布局阶段 在布局阶段 我们现在是学习到了第22局 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22盘 阿尔法在布局阶段还从来都没有选择过加工 在这一代加工 他从来没有选择过 对方小飞挂的时候 他多数情况都是这么小飞硬 也有一盘是拖先的 小飞硬 唯一的一盘加工 二间高架 应该是出现在这个 整个半盘都已经下完了之后 那个博士布局了 阿尔法围棋酷爱的小飞 白棋脱退 黑棋接上 这个也是阿尔法围棋酷爱的脱退定时 三件地价 这样的布局 在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 他的棋谱当中 出现过一盘 出现过一盘 尖顶 拆一 白棋走强了之后 黑棋跳出 加强这三个子 在出现过的那盘棋当中 我的 我的印象当中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白棋应该是 这扳一下脱先之后 挂脚 小飞 白棋是这么下 这一盘 这一盘阿尔法围棋恢复了它的本性 点三三 走了新位不点三三 看到这个 这个阿尔法的标记就不是那么明显 黑棋这个局面当然选择挡右边 这边很宽广 好那么下一步 它既不是扳又不是飞 这部飞是阿尔法的棋谱里面最常见的 扳的话有的场合它也会采用 而这一盘它选择的是长 长的话白棋如果是爬了再扳呢 它就跟飞的变化就还原了 而白棋这盘棋选择的是单飞 单飞出去 那么黑棋脱先了 跳起 这跳起是一个好点 如果这个点被白棋占了的话 黑棋整个右边就受到限制 再要扩张就不容易了 所以跳起 跳起之后 这中心点站住之后 下一步它可以扩张上边 也可以在这一带公鸡白棋扩张这一块 白的那小尖 小尖把头扬起来 限制黑棋这块发展还是蛮大的 价值蛮大的 黑棋看上边被你限制住了 黑的如果在这走呢 也是非常大 但是有一种被白棋建一个 是不是已经先手便宜了的感觉 所以黑棋脱先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棋形 白棋小尖非常扎实 看上去可能废一个好一点 但是废一个呢 黑棋残留一些借用 比如二路扳之后 顶一下 扳下去 这个白棋的形状上面 有一些弱点 如果在遥远的将来 在某些场合黑棋也许还有断打 转到脚上的手段 如果黑棋要外势的话 打持先手扳过来 白棋是软头 白棋飞在这儿未必便宜 小尖很扎实 那么黑棋看上边被你先走了 我就来进攻你下边 点刺一下 扳一下 扳一下呢 即使白棋这两个死了 它也没什么坏处 就算将来白棋这两个死了 白棋一旦在这儿有死的时候 它点是稳稳的便宜 你只有站五能爬回来 如果没有这个斑 你想点到这儿来 这边已经黑棋厚的情况下 黑棋可能会挡下来强杀你 点刺 贴起 轻轻的一飞 这方黑棋觉得要硬扳的话 要硬扳的话 白棋可能扳出来就吃一子 被白棋吃一子 黑棋未必便宜 所以 点一下 它反正它觉得 站住你的这个作眼的要点 点一下不亏 点弯再一飞也是很奇特的组合 白棋扳 黑棋这个子不能被吃 这时候白棋如果接上的话 黑棋可能会断 可能会断掉 而白的是拖 拖在这里 搬过一下 拖在这 想问问黑棋的应手 你如果退 那就拖一个便宜大 白棋的眼位一下增加很多 将来这点刺完 再一小截 眼位增加很多 我再沾 这舒服多 你在断的时候 被白棋 打持沾上 这就等于被白棋虎的时候 你没有顶住 而是退在这 这个就有点可笑 那你如果顶住的话呢 白棋就加一个 再打持 这一加一打之后 这也可以试作白棋 一个愉快的先手便宜 当我站在这的时候 这个段 这些显得非常奇怪 这棋型 总是不舒服 这是白棋的如意算盘 结果呢 黑棋有强硬的反击手段 黑棋横着一顶 横顶 这个棋型 横顶是不容易想到的好棋 白的如果沾的话呢 如果沾 黑棋一步就把白棋给断了 把白棋在下边走 这步棋价值 价值就不见得大了 那么如果你沾上边 黑棋可以选择冲这个 或者是冲这个 无论把哪个冲下来 冲这个要大一些 这个白棋有一种亏损的感觉 白棋反打 打吃 打吃是为了先锁顶一下 先锁顶一下 它就不必沾这个 是一步棋把这个沾上 断掉 那么走成 走成这个样子 走成这个样子 白棋这个拖 是不是有一种 总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弄巧成拙的感觉 被黑棋就这样 一步棋 一步棋就断开了 黑棋感觉还是挺厚的 白的当初如果就这么沾上 如果就这么沾上 黑棋总觉得走什么都走不出这么好的效果 黑的如果断的话呢 白棋这个子总是要弃 就这么打一下 然后将来还是可以再拖一拖 黑棋顶的话白棋又可以冲进来 黑的退的话白棋依然先锁粘 这拖依然是存在 那么这边白棋就打两下 弃掉算了 一拍打了贴出去 黑的如果不断的话 大致也只能尝这个呢 白棋就爬一爬 现在再拖也来得及 所以白棋拖 黑棋这也很顶 这很厉害的一步棋 黑的一段 白棋如果要连上边的话呢 黑的把这个冲了也巨大 这样黑棋右边也守住了 这个子又冲下来 白棋也是应该也是不能满意的 这白棋显然不行 所以连这个上边被一手棋断掉 这地方总觉得黑棋是得分了 白的有一种什么地方失算了的 这种嫌疑 白棋实战是先搬在棧上 这个没有区别 再糊 黑的能提掉 这个棋形 棋形它下的也非常的扎实 其实长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拐的话不能考虑 拐背糊 这是典型的俗手 但长在这儿也可以考虑 它就牢牢的厚实的提掉 白棋 贴满 之后呢 焦点是在右边 这块已经是黑棋的实地 非常的大 但是这一代白棋怎么来破黑棋呢 如果普通一点的感觉 可能黑的那么厚 那么我就跳一个削一削 这可能是比较平凡的想法 削黑棋的同时自己其实也扩张一点 将来守住 但是白棋的笑法比较激烈 刺 这刺一下呢倒没什么 可以看作先手便宜 那下一步 直接往下挡 这够猛的 刺了 黑棋这个 后臂上白棋就刺了硬挡下来 就要这么硬生生的破你的空 第一感觉白棋挺无理的这棋 但是下下看的却也未必 你如果从这一代加工过来 它可能硬贴完之后 搬 反正它还寻求瞄着你这种断的味道 这两断的味道 打个 我们简单的摆几步 如果你要这么强硬来的话 它要断你 你补一个的话 我这一顶 轻松作火 黑棋是拐 步步为硬 压迫白棋 白棋挑出 赵是当然的一手 黑棋既要进攻白棋 又要护住这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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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冲完了断 黑的呢 退 退也是正常的硬手 黑棋如果 如果这么来强杀白棋的话 白棋就上边一打 然后打了冲下来 黑棋自己那边被断开 所以退是正常的 这棋行不要去贴 贴的话呢 白棋打出了之后 这一扳 这一扳白棋反而容易作野 白棋当然要钻出来 打出来之后 黑棋如果在上边走的话 白棋这一飞就轻松作火了 那黑棋立在这 破白棋的眼 同时把这边空护护好 那白棋下边做不出两个眼 得逃出 当然要往外逃 白棋就这么硬生生的 就这么拽出一块 把黑棋的空全部破掉 下的也是够强硬 好 白棋挡 下一步呢 它一飞又活了 黑棋破眼 破眼走在这里是比较细腻的 如果走在这 同样白棋也是一个眼 白棋挡先手 黑棋是立在这里 白棋同样是先手一个眼 走在这呢 这有顶 白棋要作眼的时候 也是顶这个 顶这个来作眼 但是黑棋可以虎到这 黑棋自己的 把这个子连回来之后 这要搬进去 对上边有一定的影响 顶一下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先打一下 先打 等你站住之后 黑棋在乎 白棋呢 保留 这个不走 走了这个的话 被黑棋虎到这 上边已经受到一定的影响 白的如果能直接活出来 那么就不需要做 虎和黑棋虎这个的交换 所以白棋先往外贴 再搬 当然连搬住 断打 然后长 点方是必须的 走这个的话 白的虎先手 再一跳方 就已经轻松活掉 所以必须点方破眼 打完再打出去 也是必然的 这地方黑棋不能这么打 这么打 被白棋一同长的话 这块 白棋这里有子之后 很明显有问题了 挖完要断吃了 所以黑棋 被迫 俗打一下之后 打这个 那么白棋就可以 这有子 拐出来 就方便了 跳 贴 白的那贴住 黑棋是连上 黑棋下得非常的稳健 下得非常稳当 就这么连一连 白棋 黑棋就放白棋走了 虎这个 虎断白棋的话 黑的 黑的可能觉得 也没什么把握 刚才我们说 这棋 点在这的好处是 白棋虎下来之后 黑棋可以虎到那儿去 但是他也有不好的一面 白棋虎 黑棋直接走这个的话 白棋有个做打结活的手段 也就是说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还是可以走这儿 局部白棋可以做成打结活 那么这个地方 黑棋如果是来强杀白棋的话 局部是打结活 杀不干净 那么强杀白棋 他可能风险就比较大 白的比方说 一来是可能从这边卷过来 先把黑棋这块吃掉 在这边跟黑棋打结 二来呢 也许白棋在这一代 有先手 从这边杀出来 黑的也未必有把握 再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白棋团这个 粘的话当然就挡活了 如果黑棋 藏进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冲 然后打吃先手 在这一代 跟黑棋这块绞杀的可能性 也是存在的 就这个打结 可能就让黑棋比较头疼 所以黑棋并没有去强杀白棋 而是 简单的把自己连连杀 控制住局面 黑的把自己连杀 白棋抗 黑的退 加一下 进上 长 黑的 跳一个 黑棋都连后了 冲打一下 白棋贴在这 直接这样补断点了 对黑棋的空没有压力 白棋贴在这 你也断不掉 补断的同时 还要破黑棋这里一点空 当然黑棋 黑棋要断白棋的话 有这个顶的手段 顶你如果接上 黑棋现在就可以断 黑棋有这样的手法 但是呢 白棋因为这个挤也是先手 挤这个可以看成白棋的先手 黑棋如果顶 白棋就往这边连 连上之后 黑的冲的话 大不了白棋就这么冲过来 拐过来 一路冲了 顺过来拐 弃掉这两子 白棋也无所谓 好 这一带黑棋的通过进攻呢 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外释吧 跟你说是外释 而白棋点了这么硬挡下来 就这么活生生洗出一块都联络了 应该说感觉上白棋还是 还是比较成功的 这边贴进来还威胁到黑棋的空 把黑棋的空还破了一点 白棋还是比较成功 但是也许作为黑棋来说 黑棋觉得我这样下下 胜率已经比较高了 黑的已经厚了 所以白棋靠一个 让后势再重复一点 这是符合棋里的 挤一下 挤一下防了我们刚才说的顶的手段 这挤不着的话呢 如果黑棋将来越来越厚 你挤后手的话背一顶 这要断 这要冲 就麻烦 所以及时的挤掉 白棋这个下方也是很合理的 断 然后收脚 飞下来 围住 围住这个空 白棋的顶一下 这个很显然 白棋要虎不来吃 黑棋刺一下 防断 白棋的二楼小尖 黑棋挡住 白棋尖到这个 从实地上来说 白棋有所收获 之后呢 搬 搬在这 搬在这 本身是一个大关子 而且它瞄着 在街上之后 这里产生一些味道 瞄着要在黑棋空里面做文章 黑棋不失时机的点一下 这白棋不能挡 挡的话呢 黑棋这个冲先手 断先手 你刚扳的这个字 你不可能被我这样提掉 断是先手 黑棋还可以保留 黑的这一段 断完吃死 如果你走下边的话呢 整块棋被断进去 所以点一个是好时机 先手粘一下 只能粘上 黑棋呢 点脚 抢实地 白棋在这 继续做文章 打一下 先挡住 来着飞 这个局部黑棋是可以活的 而且黑棋 这个非常大 这个点脚价值非常大 黑棋不是可以活 活了之后呢 实际上还把白棋的盐给破掉 下一步它还 还瞄着白棋这块 黑棋还有所企图 之后白的一路小剑 这边要渡过 这里要扑进来给你打结 黑棋这块空还不完整 一路小剑是非常顽强的手段 黑棋一步棋已经补不干净 走不干净 黑棋索性就不补 不走了 加工 进攻白棋这块 白的吃掉 刺 白的如果接上 黑棋当然先手便宜了 将来这一击打 白棋还是假眼 白棋反击 跳 跳出 这个打吃是先手 所以这里没有冲断的问题 跳出是反击的棋型的要点 黑棋 吃进 白棋当然冲 黑的横跳 白棋点刺一下 斑是白棋的先手权力 黑的得弯 白棋站上做活 黑棋通过这个二间夹 通过这个进攻呢 他先手吃到了中辅粮子 白棋虽然活了 但是黑棋先手吃到中辅粮子呢 黑棋就走后了 黑棋把整个自己下得越来越厚了 彻底的免除了后顾之忧 所以黑棋这加工 应该还是有所收获的 这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点角它的价值非常巨大 白棋粘一个把这块棋做活 之后呢 黑棋横顶 横顶实际上是断了白棋 从这里连接的可能性 然后把这个断点补上 跳一个 跳一个 这边要搬过 这边要铺结 这里呢还要断开黑棋 我们看黑棋怎么处理 黑棋断一下 如果站在这呢 黑棋弯是先手 这个度过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白棋吃在这 黑棋依然弯这个 下一步如果被黑棋打吃完团一下 那就等于黑棋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白棋现在铺呢 那当然可以跟黑棋打结 但是这个结呢 打赢了之后也只是吃脚 白棋还要更狠的 直接顶断黑棋 黑的也势必要挖断 之后白棋再扑 这样白棋如果打赢这个结 就把黑棋整个给吃进来 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本来黑棋这么一个后势 然后这里 这里还有两个字 结果被白棋 结果白棋就这么点完 硬挡下去之后 站了一圈 哎呦 卷进来之后 黑棋这个 这个后势加锯控 竟然要被白棋打结杀了 这个战斗真是沧海变丧天 当然黑棋在别的地方 得到了很多东西 中府又有木又厚 脚也变 左上脚也是黑棋得到 不过白棋这个下法确实是 相当的强悍 好 那么战斗进行到现在 依然还是非常的复杂 白棋破黑棋控的手段 这个非常的直接 非常的凶悍 这个可能我们 也也是对我们的思路 应该是有所启发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截针会怎么进行 白棋铺进去 黑棋踢截 白的呢 斑 这个当然不能给 打吹 白棋踢 斑的时候 黑棋冲了一下 冲完之后再打吹 白棋踢截 黑棋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把它提了 你这个战还要当做劫财来打 黑棋感到很愤怒 所以呢 黑棋踢掉 提掉 补进截财 而且本身木树的价值非常大 否则这里被白棋掺 还是截财 之后呢 断打线手 这边拐 就简单拐进去 黑棋就没剩什么空 上边弯也是线手 我们刚才说的 黑棋打印了截之后 这个顶的手段 被它弯先手 也等于先手防住了 所以黑棋 愤怒地提掉 这个阿尔法维棋 它是不会愤怒的 按我们人类的看法 可能觉得黑棋 愤怒地提掉 那么 提了之后 这边截财补干净 白棋提 这地方即使被白棋提一手 依然还是打结 所以黑棋敢于把那个提掉 小尖 白棋得做活 提回 打 这地方黑棋有不少机材 打 沾上 提借 提借 反冲 沾上的意思很明显的 冲这个不是结材 它就是想强调这一点 而提的话 黑的觉得白棋铺这个还是结材 好了 白棋冲这个不是结材 接下来 白棋找不到合适的结材 走这个的话 应该也不是结材 白棋 白棋站上 打 冲 这边一步冲下去全都吃掉 这个白棋是不能忍受的 必须得打 又把白棋给提回去了 连续的把白棋提的沾上 这个对黑棋来说是有收获的 黑棋在打吃 这时候白棋不能粘 粘的话被黑棋一粘 跟这边杀器慢一气 这是不入子 跟这边杀器呢 黑棋可以弯这个延器 加的话黑棋另一个也可以延器 所以白棋不能粘 白棋提 黑的反冲 黑棋冲这个的意思就是 冲这个的意思就是 这要断 这个 白的 冲实际上是一个劫材 这要断 白棋如果接上的话呢 黑棋再提过来 那么白棋是 点 现在点一个正式时机 如果你接上了这个以后 以后收关的时候 你是点不进来的 点被 点被 这个 黑棋沾上这个 然后再藏进来 白棋现在再点 现在点次 黑棋是接的这一遍 这一遍 那么 白棋补上断点 黑棋提掉 白的 吃掉 吃掉这个木树巨大 木树非常巨大 非常大 黑的现在 这个结现在变得很奇怪 黑的呢 沾不上 沾的话被白棋加 收起 黑棋 黑棋慢一棋 黑棋一手解消不了 那黑棋 黑棋这里一手消不了 那 先把这个靠住 先把这个靠住再说 否则这地方被白棋一藏的话 这要沾 这要 这要这个连回两子 那黑的不好办 靠这个 白的长一下 冲过来 提借 充一下 说问问黑棋的应手 黑的如果断在这儿呢 白棋接下来 可能好 相对来说 好找结一些 黑的如果吃这个呢 白棋就 冲回来 就便宜一点 算了 白棋提借 黑棋能弯在这儿 弯在这儿也挺有意思 反正这地方还是打尽 黑棋提过去之后 这棋既然粘不上的话呢 跟弯 弯在这儿也差不多 总之是个打截杀 而且是一手一手削不掉的 两手截 利 白棋接杀 提回 提回 打尽 点进来 做眼 提回 提回去 挖打 这里白棋是接不归 很多盘棋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截症 所以这个阿尔法狗是非常 非常 非常喜欢打截 提 好 终于提的白棋是粘上 接下来白棋找不到截材了 找不到截材 只能粘上 总不至于粘这个做截材 这个太亏了 那么黑棋提掉 白的半 这地方依然还是一个缓截截的状态 黑棋要紧了截之后再紧截 连续走两步才是一个紧截 这里呢黑棋不失时机的先冲 紧截 断吃是截材 冲的次序很好啊 你如果被白棋提过来再冲被白棋削截的话 就失去了断吃和再断这两个截材了 粘在那儿 粘在这儿 黑棋由于这边一手写削不了啊 而这边呢白棋再粘这个又是一个打截杀 所以呢 黑的这边既然削不了 那黑棋还是得硬 铺一个 我提 立下 黑棋提了之后 下一个截白棋又找不到 先爬一手 爬一个本身木树很大 也消除黑棋在这边的截材 好 打吃 这截 缠斗到现在 才终于正式进入这个景气节的状态 打完一半 这个当然得接上 提回去 提一下 提回来 好 白棋点 嗯 要这个角呢 黑棋不能硬啊 如果角上黑棋硬的话 白棋 可以 早就可以找角上的检测 这个 黑的拔掉 黑棋拔掉 白棋 可以接住 绕了一圈 黑棋又把自己的空 把自己本来的这块空 终于是有夺回来 吃回来 而白棋呢 白棋又把这个角给吃回去 这个大转换 真是 好 厮杀的非常激烈 爬过相当大 白棋的一飞 好 这个 激烈的绝针终于是结束了 那么现在进入关子阶段 可以起见底 鼓住 顶完鼓住 这地方如果被白棋一穿的话 黑棋就死掉 所以白棋飞进来是一个先手 黑棋必须得硬 先手收了一个大关子之后 把这个 拾木棋 接上 拾木棋呢 在现在来讲确实是蛮大的 那么黑棋当然这个爬过也很大 白棋挡住 爬过是先手的话呢 价值一二三四五六目的样子 先手六目 解 先顶一下 这都是先手 好 从一些前面的实战呢 我们可以发现 阿尔法的关子是 很多时候它收的也是非常细腻的 有的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很 比较 比较好玩 比较可笑的 树棺子的状况 一般都是在 它已经输定了 输定了的时候 会走一些先手 期待对方犯错误的那种感觉 嗯 或者是呢 赢定的时候 会做一些不必要的退让 但是如果在 双方咬的很紧的时候 它的 它关子还是收的挺 挺精确 可以去打吃 打吃价值不小 白的呢 斑 斑是一个好手法 这个子呢 连是连不回来 但是斑呢 你如果连这个我就可以粘回来 还可以顺带断了你 然后再粘回来 吃的话呢 白漆还可以打进去 打吃一下 问一问你应手 你如果提 将来顶了之后 打吃这个 这里木树有所差别 你如果粘 这白漆还可以再打进去 手法还是蛮细腻的 粘住这个有六木墙 六木以上的架质 一起糊在这里 嗯 斑 接受 打 结束这个 这个也差不多有五木棋的样子 啊 白棋吃两木 黑棋粘住的话 一二三四 黑棋粘住能得死 一个五木棋的价值 但是这个这个价值高于五木 因为白棋跳 黑棋如果冲的话是个后手 冲完你还得还得再 再补个段 啊 要不然被一打吃断掉 那么冲是后手的话 就意味着白棋粘是先手 这样一来很显然 白棋这里 至少长两木棋 差不多长了三木棋 啊 而黑棋这里减少三木 这里还有打吃的问题 啊 所以虎在虎在这里的价值 这个高于五木 从这种地方一起选择这个 然后白棋再打吃 也可以看出来它收官的次序还是很严谨 然后挡 白棋粘上 虎顶 立下 这个度过是先手啊 所以白棋立下逆收官子还是很大 坚定 完 这个被黑棋一路一一路一搬的话 这就一路一路爬都是先手 全都收回去了 而白棋弯了这个之后呢 这还可以爬进去 所以弯一个 也是相当大的 好 先手冲一下 接上 好 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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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问黑棋印在哪 否则的话 黑棋立是先手 这个虎在这儿也是线索 介绍 好 我们注意到黑漆下一步 其他虎在这里 普通的感觉是挡住了 挡住感觉上好像能多为一木齐的样子 但但是我们计算一下 挡住的话白漆就这么简单的打吃 然后两打先手 黑漆这里一共是一二三四五 五木齐 白漆把这先手都走掉之后 黑漆剩下五木 而它倒虎在这儿 好像是退让了一点 但是呢 这个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 白漆粘这个是后手 白漆粘这个是后手 如果 如果这地方被黑漆走到的话呢 黑漆有六木齐 一二三四五六 六木齐 走到黑漆有六木齐 关键是黑的 将来如果单关都 漆都紧住之后 这打吃是先手的话 黑漆挡在脚上就活了 所以 黑漆一旦站到这个点 白漆里边 空里面还要补一个 那么即使被白漆站到 即使被白漆站到这个点的话 黑的空里面还剩四亩 所以这地方 黑漆站到黑漆六亩 被白漆站到黑漆剩四亩 平均下来 黑漆这也有五木齐 但是白漆还没有接上 而黑漆如果挡的话 被白漆一同打吃 这个已经被白漆接上 所以虎在这是很细腻的关子 虎比挡好 便宜了半木齐 这盘棋就是说 比如说这道虎 和其他一些比方说 很细腻的先打吃这个 在这一类的关子说法上 还是体现了 阿尔法为其他 收关的精确性 倒虎 顺便说一下 黑的不能挡在这 不要以为挡在这是六亩 白漆是可以挤精来收关的 白的一路冲 先打吃 搬 搬这个有三木墙 三木多一点的价值 搬完了之后 先管一下 接住 充 绑上 好 搬完了之后 一路一半 一路半 黑旗如果打吃的话 白旗接住 这地方有个铺 铺完 打吃再断打 黑的就被吃了 所以搬瞻实际上是先手 搬瞻的好处是 做了这个眼之后 里面 里面这个空 再也不需要补 如果被黑旗搬到的话 白旗里边 将来还要补一个 收到空里面收一个 白旗一路半 那么反过来说 黑旗这个打吃 也就是价值呢 只有 逆收一木旗 所以黑旗也没有走了 黑旗团这个 把旗牵手粘上 黑旗连上 白的冲 提掉 接住 避免黑旗扑 黑的挤 这地方正常来说呢 黑的 白的是应该接上 白的是应该接上 而白旗实战是 抢两木旗 黑旗断掉 但抢两木旗跟这个价值相当 白旗现在如果接这个的话 也是几乎是一样 白的冲打一下 黑旗接住 而白旗是粘这个 沾这个 沾这个呢 出事了 黑旗打吃 这地方 我们呢 没有给大家细细的点目做判断 但是这地方呢 是这样 黑旗打吃 白旗如果沾的话 黑旗一路扑 一通扑 吃白旗一个接不贵 白旗要吃黑旗接不贵 刚好来不及 被黑旗先吃一个接不贵 出了一个大漏洞 但是 这个 应该说 即使不出这个漏洞 让我们对阿尔法的了解 应该也是 黑盛的局面 好 那么 在这一盘 黑旗总算是 扳回一局 这盘对局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